我們今天看到的是有民眾在紮藝縣東石的龍港 村有一處廢棄的魚蚊 聽到一隻母犬不斷地對著魚蚊裡面廢造 走近一看才發現有四隻的幼犬受困在魚蚊底 立刻是通報了紮藝縣紮處所 而動保人員趕來花了一個小時 成功地拯救四隻的幼犬 動保員上山上海揍貓狗其實危機四伏 曾經在多次救援過程當中也流血受傷了 動保員全副武裝拿著大網子朝魚蚊走 耳邊不停傳來母狗的叫聲 母狗不停求救見動保員來趕緊引路 帶他去找受困魚蚊底的四隻幼犬 動保員迅速用網子一次抓兩隻 將牠們救出來後把網子放下 放我出來 放我出來 又是濕軟凝硬 又是水裡 動保員足足花了一個小時 順利救出四隻幼犬 部分日夜執行犬貓緊急救援 以及浪犬捕捉工作 適度舒緩人犬衝突問題 然而通報地點遍及山海平原 隱藏其中的危機常導致同人受傷 由於嘉義縣一年平均犬貓救援量近700件 從廣闊的餘溫茂密樹林 雜草堆 各種監控環境他們都得前往 像這樣施展軟骨弓 鑽進寒洞救援 或擠進狭小縫隙救狗 得到任務完成才發現 戴基大條 為了救狗反而讓自己受困 危機四伏 有人在執行過程 遭10公分生鏽鐵釘刺穿腳掌 也有人被藏雲雜草堆中的 L型腳缸弄傷縫了15針 受了傷人使命必搭 這群人被稱為動物界消防員 超級貼切 記者張俊榮 許全文嘉義報導 我使得到 中文嘉義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